在奇美博物馆几乎天天涌进三万人潮 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地点 今天一大早依旧是吸引许多人涌进园区 不少民众趁着年假 全家大小都来博物馆走春踏青 现场的人潮满满 车潮也是一度大排长龙 一大早车潮大排长龙 都是要来奇美博物馆走春的民众 像广场看过去 人潮同样络绎不绝 奇美博物馆建筑宏伟 雕像有着异国风情 许多从北部来的民众 看到雕像都十分惊艳 这么美的风景肯定要拍照 随处可看到 民众拿着自拍神器东拍拍西拍拍 怎么取景都好看 一个上午估计游客涌进上千人 就是可以不用请人家拍照 然后大家就都可以一起入境很方便 可以四个人入境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也可以拍到后面全景 然后看起来比较漂亮 而且也不用有时候会不用麻烦路人 为了不影响餐馆品质 官方限定 每天入馆人数只有五千人 但从广场看过去 游客就逼近一万多人 虽然没预约进不去 但在广场走春 民众也很开心 也成为这次过年的热门景点 记者王少伟 陈文君 台南报导